我想大概只有英國人有辦法做出 像是Continental GTV8這樣子的大型GT的跑車車款 那這整部車呢 其實它設計的調性 雖然它是一部雙門跑車 但其實它開起來的感覺 跟你整個在路上巡弋的那種 會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 可能是一些品牌上的差異性會讓你感覺到這樣 我們可以從它的內裝的安排就可以看出 這個英國人對於典雅跟古典的設計美學 它是怎麼定義的 我們先從儀表台開始講 它雖然一樣是一個四元的設計 但是它透過一些鍍鉻材質 甚至是這個立體的層次安排 就讓你整台車看起來非常的 就是古典的那種汽車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它的這個冷氣出風口 除了調整的這個方式非常的獨特之外 它的這個風量控制的開關呢 也是像以前比較古早的車子 它是一個按壓式的一個扣環 來把那個風量所定住 那包含我們現在看到這些皮革的材質 然後這個核桃木紋式板 在一些很現代的東西跟古典的汽車設計 然後你就可以完全都在Bentley這個品牌的車型上面 看到一個很完美的融合 雖然它是一部跑車 但它開起來感覺跟其他比如說德系 或者是義大利的一些跑車的品牌 有非常接待不同的差別 最大的差異性呢 其實就是在它整個的舒適型的表現上 你可以看到它的椅子設計的 雖然不是很正統的跑車椅 但是它其實具備良好的包袱型跟程式型 你也不會覺得坐久了 因為那個戰鬥感太過強烈 然後會有一些腰痠背痛的感覺 完全都不會有 然後呢 在整個方向盤的力道的回饋上啊 甚至是整個懸吊的表現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以舒適取向為主的一個大型跑車 我們現在在怎麼嘗試車的北極公路上面 那這樣子的道路對Continental GTP8來講 其實這並不是它非常適合擅長的地方 畢竟它還是有一個跑車的本質在整台車上面 所以不管是它在整個轉向的反應 甚至是它懸吊回饋上面 其實對於應付這些彎道 在一個束線內的架控狀況來講 其實它並不會讓你覺得這台車很難的駕馭 或者是要整個人緊繃神經 然後才能把這台車開得很順暢 其實不用 你就放鬆心 它其實就跟一台一般的豪華大車一樣 非常的容易上手 而且很好開 除了好開之外 其實GT8跟Continental的W12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引擎蓋下面這具動力 它雖然比W12少了四個氣缸 但其實它在換上了渦輪增壓系統之後 一樣可以輸出有500匹的最大馬力 扭力的部分更是高達超過67公斤 所以在整個動力的表現上面 其實完全不會辜負這個跑車身份 它這個引擎轉速大概過4000轉之後 屬於V8升浪那個力道馬上就出來了 很飽滿 渾厚 但是其實並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很囂張一樣 照耀過時 放眼線在所有的車市裡面 所有的品牌 大概現在也只有英國品牌可以把冷冰冰的車子做到 像是有生命一般的活過來的感覺 那Continental GTV8這部車其實 它在整個動力表現 它的整個底盤的回饋 甚至是整個內裝的安排上面 其實都給你一種非常高質感 然後很有品味 像是一個紳士一般的駕駛感受